花莲集安厢14号一早6点52分 发生瑞士规模5.5的优感地震 紧接着又有十多起的余震 花莲各地传出贼情 光复街一间停业的服饰店 二楼围墙也出现倒塌的情况 但是木集的摊伤却是反应超冷静 透了自己完全不害怕 因为花莲地区地震实在太多了 其他住民也表示住了六七十年 真的正习惯了 住宅外头传出巨大声响 摩托车车子晃了四秒 慢慢停下 屋内天花板吊灯也不停左右摇晃 花莲地区14号一早6点52分 发生瑞士规模5.2有感地震 市区马上传出有店家围墙倒塌的消息 但木集民众反应却相当冷静 有啊 就今天晚上要掉下来 可以怕是不会啊 因为花莲很多奇怪的 这没有很多人跑出来啊 花莲的零像花鼓劣 地面上全是崩落的木头与铁皮 花莲市光复街一间停业的服饰店 二楼围墙出现倒塌 警方立刻到现场放置交通锥 还好没有人员受伤 另一条花莲市戴天府庙宇也传出灾情 上面不知道那个娃 不知道是哪一个造型的 那个屋檐 铁皮屋顶破了一个大洞 地面上散落不少碎石头 爬上屋顶一看 才发现是建筑物屋檐造型崩落 那方人员费了一番功夫 才将石头移开 14号一早发生十多起余震 花莲人似乎正习惯了 完全不害怕 不知道没算的 没算的啦 但是是不是一直来 就是这样花莲人 花莲人都习惯了 过来70年啊 石头积余震有一半震度 几乎都在四级以上 但民众还是超冷静 因为花莲地区处于板块交界处 地震频繁 再大的震度 似乎对花莲人来说 已经成了 加上便反 这种报道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